欢迎大家又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好吃又养生的黑芝麻馒头 屏幕上方所打出的就是所有需要的食材 把它们混合揉成团 我是用厨师机代为揉面 如果没有厨师机也可以用手揉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用的不是耐高糖酵母的话 需要把酵母跟糖错开摆放 以免酵母失去活性 揉好的面团如耳垂般柔软 把面团从中间切开 切面处没有任何的气孔就代表揉到位了 接着把面团分成九等份 等待操作的面团需要覆盖保鲜膜 我今天的馒头只需要一次发酵 所以分割完立刻就可以开始整形 每一份面团在整形前需要再次彻底揉压一下 想要做好的馒头蓬松轩软并且表皮光滑的话 揉面是关键 接着把它们整成圆形 然后在桌面上滴一滴水 然后把面团放在这滴水上 弓起手背旋转 直到面团被滚圆 整形好的面团垫上油脂 放在蒸笼内 发酵至两倍大 我就是做的非常普通的圆形的馒头 你也可以做成你喜欢的样子 发酵好的面团直接冷水上锅 大火蒸15分钟 蒸完以后焖三分钟才打开锅盖 看个个都好像打了水光鸡一般 而且它可不仅仅是空有一副好皮囊 我们来看看这个馒头 非常的有弹性 非常非常的蓬松松软 一口咬下去 麦香加芝麻香 好吃又养生 真的非常适合家里的每一个人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